哈囉 大家好 哈囉 又見面了 沒事 是的 近來專心做人妻 頗有心得的藝人Ella成家化 18號下午為代言的 廚房紙巾出席活動 還現場大秀廚藝 雖然有些手忙腳亂 Ella還是對自己做的愛心便當 相當自豪 她還透露先前老公不但親手下廚 還跑腿買飲料讓她感動落淚 我前天然後從杭州工作回來 然後我就很累 我就躺在那個沙發上睡著了 結果後來我起來的時候呢 我先生就說他就是 從冰箱裡拿出那個魚還有肉在解凍 他說晚上我做菜給你吃 我說喔好啊 那我就等待他幫我做菜這樣子 然後做完以後就很開心的坐在那邊吃 吃著吃著我就突然跟他說 老公我好想要喝那個碳酸飲料 他就說那我幫你去買 然後他一這麼講的時候我就開始哭 然後我老公就一直邊笑邊罵我說 你哭什麼哭這個也要哭 結果可是他自己也是邊笑邊哭 他也是跟著我就是喊著淚 然後我們兩個就這樣對視 然後邊笑邊哭 就是那一刻就覺得工作很辛苦 然後我沒有時間能夠為他做一頓飯 可是他卻可以幫我就是減輕 就是給我一些安慰 然後給我一點鼓勵 用他實際的行動 然後做一頓飯給我吃 所以我覺得很感動 Ella今年行程依舊滿檔 首邊還有六個綜藝節目 對於小兩口何時能生小孩 他笑說順其自然 不過今年和同團好友Selina 一起入圍頒獎典禮最佳女歌手 Ella更是直接嗆聲毫不客氣 沒錯在這邊趕快拉票一下 好不好讓我圓一個夢 讓我圓一個夢 讓我除了當影后之外 又可以當歌后 好不好拜託拜託 搞不好我人生就這麼一次入圍了 我不管 我不管給我給我給我 拜託拜託 結果我們兩個都沒得 不一定 因為其他的對手也太強了